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五本人的意见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那么逻辑分析也是小五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一些事 如果能和战友们进行更多探讨 去揭露出CCP的丑陋邪恶的地方 帮助我们更好地灭掉直播共产党 那么小五所做工作就是有贡献的 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 我们是有讲过这几个方面了 首先是关于银行才是交通物流 它提高价格的核心关键 因为要急速的收回贷款 并且我们比较了当时三年困难时期 同样的一平二掉三收款这个收款 就能够知道通过这种方式 可以立刻的让很多的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断裂 造成国内的经济局势的动荡 然后我们就谈到了 在这国际的事务上面 中共第一是要搞定摆平美国 所以就接着往而来有 1月15日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签署 然后就把希望和筹码继续压在弹劾川普总统 你看弹劾的事情现在已经送交参议院了 另外是习近平派出了拜登 而王岐山派出了布伦伯格 两员大将想去搞乱美国总统选举 妄图是川普总统的连任竞选失败 而面对台湾和香港问题上面 台湾我们已经看到了 蔡英文总统连任成功大胜 所以中共在台湾上面是吃了一个大憋 吃了一个大亏 而谈到香港问题 中共也是换了策略 从穆归英战友老领导爆料的情报来看 中共派出了曾经负责经济工作有一定成就的 已经退休的骆惠明 调任中联办的主任 就是想通过一些经济手段 去解决香港现在的政治问题 而与此同时 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显示 中共想花贸易战相关的5000亿美金 贿赂美国 让美国出卖香港 而对内的战友们 最近根据路德先生爆出来的 这个一连串的和武汉的疫情有关的情况来看 中共那边也是给出了巨大的反应 胡舒立竟然第一时间跳出来辟谣打引号的 意思是什么 如果真没有问题 胡舒立跳出来干什么 战友们还记得 胡舒立是什么角色 他是王岐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喉舌 还记得 王健的死是谁第一个爆出来的 财新网 还记得 国内的这些已经倒台的 或者被中共收拾的大企业家 第一时间爆出他们丑闻的 是谁 财新网 恶贯满盈的胡舒立 第一时间跳出来辟谣这件事情 就证明了路德先生所关注的武汉疫情的确有鬼 这是其一 这其二 看了钢铁侠战友在推特上的分享 小伍觉得不无道理 中共为什么要这么密集的建造这么多的火葬场呢 难道说中共自己知道 后面会有很多的人要死了 要火化吗 也就是说 中共已经提前预判到了 后面会出事 会出现死很多人的情况 需要及时的把人给火化掉 因此把火葬场提前都给建好了 这不是中共自己就暴露了他自己吗 这其三呀 你在谷歌上面搜索 14亿人减半 这么一个关键词 就会看到非常多的 由中共控制的媒体 都在带这个风向 这些文章都是在2019年的年末 到2020年的1月份 陆续的在播报 标题都说的是 14亿到7亿 假设中国人口减半将会发生什么 网易 腾讯 搜狐 这些主流的被中共控制的喉舌媒体 都在宣传这个事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战友们细思极恐呀 中共为什么说 14亿人减一半 那7亿人能凭空消失吗 难道说中共手上跟灭霸一样 有响指 啪一下 一半的人就消失不见了 人怎么能凭空消失呢 只有可能是被消灭掉 被咔嚓掉 被杀死了 什么样的情况 会出现大规模的死人呢 武汉的这次的疫情啊 就给出了中共啊 有可能采取的一种方式 当然 这是我们的分析 这种就是啊 通过疫情的方式啊 把人隔离起来 批量的进行清除 澎湃财经啊 在2020年1月21日的零点 发这么一条新闻啊 非常有深意 战友们 说的是啊 国家卫健委的高级别专家组的成员说 现在能不到武汉去 就不去 武汉人能不出来 就不出来 战友们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小伙可以开这么一个脑洞吗 意思就是啊 武汉现在已经被隔离起来了 被圈阳起来了 武汉人啊 变成了带宰的小羔羊 而外面的人也别去 所以看不见武汉的真实情况 武汉人也不让你出来 意味着 以后要消灭你 也是分分钟的事儿 而且被冠以了控制疫情的合法的理由 这不就是 以警治国又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抓手吗 接下来 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的发展 中共啊 就可以给出各种各样 冠冕堂皇的理由 把人抓起来 把人控制起来 甚至是把人消灭掉 总之啊 小伙分析半天啊 就是想告诉战友们一句话 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共产党 这个政教合一的邪教组织的邪恶 中国共产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啊 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邪恶的存在 是一切邪恶的极大成者 纳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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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共产党比起来 那真是 小屋见大屋 纳粹啊 是很邪恶 但是纳粹在前啊 这中国共产党是吸收了纳粹的一切邪恶 再加上世界上所有邪恶的方式和组织和形态与一生啊 聊完了这个话题 那小五啊 就要把老领导未聊之二当中七大话题 最后没有涉足的两个话题 在今天作为重点和大家来做一下分析 那就是关于第一个 以色列的吉布兹啊 他是一个乌托邦的存在 其实就是人民公社的一个国际版 而另外的一个话题呢 就是习王啊 在内部提出了要在世界范围内掀起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高潮 又要继续的输出红色革命了 可以说这两件事儿是融会贯通的 是一体的 所以呢 把他们放在一块来说 默奸英战友啊 有一句话小五特别的认同 就是说啊 这个习近平王岐山啊 他们所有的观点 我们信不信和我们怎么想并不重要 也不会有任何的区别 关键呢 是在于这习王这二人啊 现在作为中国平尊天下的皇帝 他们是怎么想的 他们是怎么看的 他们又是准备怎么干的 债友们你们想一想 这习近平要搞人类命运共同体 再想想 最近习近平跑到缅甸去 要搞终缅命运共同体 是不是如出一辙呀 就是啊 一门心思走到黑 要搞世界第二级 要把六十几个都想搞独裁的 极权专制统治的国家联合起来 结成邪恶的联盟和阵营 那这些国家都采取什么方式啊 那就是跟以色列的基布兹一样 我们来搞乌托邦 我们来搞新一代的人民公社 所以啊 小五就在谷歌上面啊 完全用中文来搜索 吉布兹的相关资料页面的时候 就发现青一色的 全部都是褒奖 完全是营造了一个 像陶渊明当时桃花元祭里 创造出来的 世外桃源一般的美好世界 战友们 咱们都知道 中共对于整个世界的中文媒体 还有中文的搜索引擎啊 都是进行了极强的操控 和深度的渗透 在谷歌上用中文搜索 吉布兹 出来的所有的页面啊 都是褒奖和赞誉吉布兹模式的 尤其可以看看百度百科上 对于吉布兹啊 简直就是舔定一般的褒奖 首先看看定义吧 说着吉布兹啊 是乌托邦社区 社区里的人 没有私有财产 工作 没有工资 衣食住行 教育 医疗 都是免费的 哇塞 听上去是不是特别美好 战友们 人民公事也是这么许诺的 最后呢 消灭了一切私有财产 就是消灭了一个人的最基本的人权 工作都没工资拿了 你以为这些给你的免费的东西 能是好的吗 百度百科上面 甚至恬不知识的说 如今的以色列 吉布兹不仅没有过失 还正成为时尚词语 新生出了各种各样的概念 是志同道合者的一种聚居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们在英文的世界 搜索吉布兹 然后看到的维基百科 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首先呢 吉布兹啊 目前在以色列 可以说是非常边缘化的 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 集体庄园危机的高峰之后 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 这种集体庄园的乌托邦式的社区 真实的情况呢 是近20年来 吉布兹啊 就引入了私有化 并且啊 在教育卫生等系统方面 都进行了私有化 截止到2010年呢 以色列还存在着 270户的集体农庄 但他们的规模 已经是非常非常小了 所有的工厂和农场啊 占以色列工业总产值 只有9% 其实最近几年啊 对于吉布兹 吉布兹模式的批判啊 是不绝于啊 在西方的世界 包括以色列的 希伯来文的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文章 但是呢 由于实际的关系啊 小五就没有 去把很多文章去翻译过来 再去研究和看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以后专门的 去请教一下 木棍一战友 希望他能够在 和钢铁侠对谈的时候呢 聊一聊这个话题 跟我们更深入的去展开 小五觉得呀 吉布兹的模式啊 就是中共想把 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那一套啊 在现在换一个马甲 重新启用 因为人民公社 那个时候是彻底惨败嘛 所以呢 再次包装出来的时候 他不能说 我是人民公社2.0 得搞一个 更加登样一点的模板 更加漂亮一点的外形 披着羊皮的狼马 所以啊 接下来这吉布兹中国版 很快啊 就要在习近平 王岐山的助推之下 在中国宣传开了 这个成功经验啊 就很有可能 像风桥经验一样的 再次在中国的大地上面 广为传送 哎呀 想到这里 小五和老林的一样 都觉得很恐惧 瑟瑟发抖啊 中共的输出革命啊 就以他的大内宣 和大外宣 作为他最强的抓手 然后呢 利用这些留学生啊 还有小粉红 做他的推手 以他擅长的学生运动 为主导 去给西方世界添乱 继续的去输出 他的红色革命 小五啊 做完今天这些节目啊 真得休息一下 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实在是觉得 中国共产党太恶心了 太邪恶了 得缓缓 得嘞 节目的最后呢 小五给大家预告一下 本周的节目安排 首先我们这个星期 会推出一期 七个Q&A 已经跟各位先生 预约过了 另外呢 我们这周的爱听不听啊 也会进行更新的 就等目光明 债友这边忙完 小五的节目 这个星期也是保持了 高频率的更新 债友们给我鼓鼓掌吧 如果喜欢小五的话 多跟我互动互动 即使啊 我们这个二次元的 卡通形象的节目 看上去时间短 但是真的不简单 每一次都要做 很长时间的 后期的剪辑工作 而且呢 还有后期的制作 而且呢 还有Investation 所以我们团队啊 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大家 都鼓鼓掌吧 嗯 这就是今天的Fairy Talks 小五说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